剛才這條影片示範了剪輯的頭 現在示範了剪輯的頭 現在示範了剪輯的頭 那你會見到 UV Editor 是你選擇的物件 在這裡才會見到有東西 如果你想同時間在這個 UV這個範圍下 有一張Tasker做完整個新墳墓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按住Keyboard Shift鍵 選擇其他物件 因為我們現在的三件物件是分開三個不同的物件 當我三件選擇 所以你會見到三件在這裡 頸巾因為我們是用這個 Sweet Marsh 做出來的UV已經幫你排列好 其實你只需要放大縮小 把它放到一個合式的位置就可以 我覺得它不需要佔用這麼大的空間 所以我選擇UV Shell 放大縮小 放好它 另外這兩塊 是應該是頸巾的頭 頭和尾 頭和尾 我想它轉得好一點 所以我來這裡 這樣轉動吧 其實我也不知道轉多少 試一下 好 好 大概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試一下 一塊的軟件 可能我還是很適合 用這塊去試一下 好 接著腳身體的部分 整個身體很大 因為我在影片上課的時候都一樣 不試分組整個身體 其實你也是每次都自己把身體剃開 我試過腳的部分 我試過腳 還有試過口水肌 其他身體的部分可以另外再慢慢做 剛才你可以觀察一下現在的建物件 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從一個正方形來建造它 所以身上有很多錯誤的裂痕位 白色就是用了教字的位置錯了 所以我就選擇它 我是不是我都做了一次planner 正面頭色 我自己習慣會喜歡這樣 你看到有些東西漏了 我試過再來一次 object mode 這是不是同一個object 這次我用object mode 剛才不是object mode object mode 肯定整個object 它就重新再做一支頭尺 頭尺完之後 比例是什麼樣子都不要緊 我先把它放在那邊 不要妨礙我 純粹我去觀察一下 畫面有沒有一些古怪的UV 例如在這些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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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這些位置 或在內部的位置 我會看看 那好吧 我試一下腳給大家看 我選擇 Symmetry 左右兩邊平衡了 快點 例如是腳板 我切掉它 選擇UV shell 頭尺 這是一個Y軸頭尺 我會選擇 暫時放在這裡 另外就是 虛 我相信跟大腿 是不同的材質 上色的時候 我選擇它 也是切開去做的 另外就是鞋 鞋 你可以想想怎樣做 鞋有不同的做法 視乎你的鞋會不會有花紋 如果你的鞋 如果你的鞋 和這樣做 暫時放在這裡 其實它也會幫你 把鞋攤平 這是頭頂 看上去鞋桶的位置 這是鞋頭 外面這個環狀 其實就是鞋 旁邊的這堆 垂直的這堆面 看看你自己的鞋 會不會有特別的花紋 因應你的花紋 你自己決定如何剪掉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或者如果我的鞋 好像小丑 我左右兩邊不同顏色 鞋鞋色的 其實你可以選擇 在 製作 製作 這裡是垂直 但切一刀給它 我把多餘的線 不要切得著 鞋底也不需要 切完 其實它就會 幫我們把這裡 我先把這裡 拆開了 1 1 1 2 4個 這邊這兩個 我先做一次頭寫 那 這個是 S軸的頭寫 這邊這兩個 我做一次頭寫 又是 X軸的頭寫 那如果全部都選擇 你見到它就全都出來了 那我選擇 譬如 這兩個 不是 這兩個 對 對 如果你想去鞋頭的線條 整齊一點 其實你可以跟它做一個對齊 對 分開它 這個在這邊 我選擇 阿拉 這個也是 你選擇這些 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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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鞋頭是有花紋的 例如蜜頭是有花紋的 那 你在2D軟件的時候 畫A相片會比較容易畫的 就是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看看你會不會左右兩邊走不同的花紋 如果不同的花紋 不同的顏色 就有它分開兩邊 兩個 如果左右會一樣的 那你可以有它 碟在一起 對齊 那我現在先當一樣 好 那身體的其他部分 那我快手做了 那你自己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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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我要切它出來 因為它是 跟身體其他部分 是不同的材質 不同的花紋 或者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就要剪它出來 剪了之後 你選了UV shell 選它 做一次頭石 這個頭石應該是頭殼頂外 對 又或者你也可以叫它 unfold unfold 好像有點像 對嗎 那這個就是 後水肩 這個是頸的部分 這個是後水肩 那身體的其他部分 我不慢慢在這裡做 那你做 那我試一下 解回Optimose 試一下全部的東西 當我已經拔好全部的UV 其實這塊沒有拔的 那我就選上shell 把這些東西 全部放在熟室 然後放在適當的地方 那怎樣去決定哪一個東西 比較大一點 佔用畫面 比小一點 它越多細節的東西 越多線條 越多花紋 或者眼影 比你想清楚一點 更漂亮 那它應該佔用畫面的空間 那我現在還沒畫完 手這個部分 身體還沒做 那個都留你做 那跟車衣一樣 即是對媽媽的車衣 前後腹 這裡中間有條車線 那如果有車線的位置 我們要按卡 切開它 把件衣服分開 做前面和後面兩塊 那你才做 那我當這個 這個我當是我完成了 已經用得 我想將它放在Photoshop 那開始做上色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在這裡按 UV snapshot 那看一下 它的Project位置 是不是你現在的Project位置 那它是怎樣幫你選擇的名字 叫OutUV 選擇File Format 選擇你要的File Format 例如我選擇PNG 那另外就是1024 如果你要按功課 要求我記得 EA的Tester 我要求它解像到1024 那我就按Apply & Close 那你見到這裡有紅色字 出現了 即是有些問題 我試一下 因為我還沒試了一些東西 我做到Object模式 但全部東西 Apply & Close 那這次應該就成功了 我先去我剛才的位置 那個是Images OuV 這個位置是不是它 先看一次 噢 不是那個Project的位置 等一等 我找到那個位置 這裡應該 再按一次 Apply & Close 那我現在做的Project位置 那你要見到就出了這張圖 我看看這張圖是什麼樣子 先去Photoshop 開它出來 那我開個新的Layer 倒個黑底給它 是 這個就是我剛才這裡 在這邊撕的這張UV 那我要做的呢 其實就是在Photoshop 或者Instrator你熟悉的軟件 你自己覺得舒服的軟件 跟它做上色 用你用的工具 畫筆 Selection 介紹其他不同位置的部分 要和它打 humanity 那就跟它做上色 例如我的耳朵 在這裡 我畫成白色的 下去扑上翻白色 然後 紐非認識工具 用你認識的軟件 也相信 找完點完 middle 彈走這張圖 就可以了 只有這張東西 也有顏色obe 那我 escrevi 其實我都很粗糙的 用pholoshop畫筆 用來塗上去 比較花時間畫的就是 眼睛這裏 其實都是很粗糙的不足 如果你喜歡的話 用isutrator畫也可以 把這張圖寫出來 畫完之後 把這張圖寫出來 sauce images 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 把這張圖寫出來 如果你的UV是根據這個方法 我現在這刻不是 擺位不同 擺位不同是用不回 所以 把這張圖寫出來 我會在下一條影片再說 然後我會在那裏再說 怎樣打燈